今天其實法務局有要求保齡的業者 來法務局這邊向小保管說明 但是因為他的態度非常的反覆 早上本來說不來 然後大概中午的時候就說要來 那我們既定的時間是今天下午的5點 在法務局的9樓的會議室 保齡公司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有經過博代判決的吹告 但是因為沒有繳保險費 所以這兩張保單其實並沒有失效 但是我們府內同仁去機查的時候 他還是拿出了這兩張保單 一張是產品責任險 一張是公共意外責任險 在這兩張保單沒有效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今天請了遠東 還有遠東B3的大時代廣場公司 來府內開會 那目前遠東百貨S3的保險公司 也是國泰產險 那大時代廣場他的投保公司 是新安東京產險 我們也要求這兩間保險公司 在這兩天內就本次事故 是不是在他們保險城堡的範圍內 做出對有利於受害者的解釋 兩天內回復法務局 那最後就是市長指示 因為本次事件已經符合我們的 重大消費災害事件 所以我們已經請動相關的律師協助 目前配合社會局 在每一受害家屬都有一社工一律師 那如果受害的家屬 有意願要提起假扣押或相關的法律諮詢 律師的費用都會由法務局來承擔 那相關的事情也尊重家屬的意願 那即刻進行中